20号的上午9点5分左右 花莲县光复乡发生了瑞士规模6.0的地震 深度只有6.8公里 全台从北到南都有明显的感觉到摇晃 而最大震度5级在花莲 南头台东也有4级的震度 双北有3级 其他地区也有2到3级不等 花莲的热门景点鲤鱼潭 当时也有不少的游客表示 感觉到明显的晃动 即使影像剧烈摇晃 鲤鱼潭水面被震出拨痕 20号早上9点多 花莲发生瑞士规模6的地震 全台有感 镇阳位于花莲县光复乡 地震发生当下 许多游客都在镇阳附近 知名景点鲤鱼潭 很可怕哦 很可怕 震动很大 一下子而已差不多 10秒钟吧 蛮摇晃的 连行走都能感受到明显晃动 持续时间将近一分钟 转到室内 门板物品剧烈摇晃 窗外发出鸿鸿鸿声响 国家警报响不停 摔得那么多东西下来啊 对啊 店家商品掉落一地 一片狼藉 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摇摇欲坠 办公室上班族满脸惊恐 还传出幼儿园外墙坍塌 半小时后又发生一次规模5.0的地震 那全台都有感 包括从北部到南部 它是浅层的地震 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确定 说它是不是跟官赴断层有关 主震之后陆续发生4起有感地震 这波地震临近花东纵谷断层 深度只有6.8公里 事实上早在凌晨2点多 台东关山镇就发生一起瑞士3.6地震 地震深度只有7.8公里 气象局部排除 接下来几天将持续发生规模5以上地震 规模3的余震还可能长达一个月 提醒民众多加留意 记者许丽琴庄西元花莲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